谈谈中移动 因为昨晚收市后发了一个通告 说董事会批准了 会发一个A股 在上交所的主板上市 那个股数是9亿6千万左右 占颇大后总股本的4.5% 其实这个消息也传了很多年 你觉得现在落实了 他将来真的会回归A股的时候 对本港这边的股价有没有刺激作用? 比例上来说 只有4.2%相对上是少的 只不过始终中移动 也不是有很多消息的股份 稍微有这个回应概念的时候 应该对股价来说 也会有提升作用 暂时去看的时候 已经靠找到50元这些位置 我相信相关的消息 有机会带动股价 可以上市54-56元 但也是属于一个短期刺激 所以如果大家去做一个操作 可能都是倾向短炒为主 那注码分配就要稍微留意一点 这些手对不上市至少 那么多学校 以及到这边的找说 看来 是人生的 这些人 我看来